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内初选日前开打 由台行政管理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 对决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民进党此前成立的初选协调小组 也开始行动起来 约寻赖清德 但赖清德称会坚持参加初选 并表明不会接受蔡赖配 据台湾媒体报道 以表态参与民进党2020初选的赖清德 日前举行新书发布会 会后由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陈菊 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等五人 组成的党内初选协调小组 对赖清德进行了首次正式约寻 但赖清德在协调会中表态 坚持初选到底 同时他也明确表达 不会接受蔡赖配 我也跟协调小组清楚报道 我希望这场初选是一场君子之争 如果是君子之争的话 更加会有助于党内的团结 我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做完 台湾媒体报道称 赖清德在其新述发布会上 一度哽咽地表示 他宁可输掉初选都不可能伤害蔡英文 但党内初选协调小组 在协调会中警告了赖清德 小组成员称 目前党内对立气氛浓烈 赖清德若强势在初选中胜出 恐怕也得不偿失 而对于赖清德下的战帖 蔡英文也被迫做出回击 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 我们都可以承担 蔡英文不怕需求 日前赖清德 蔡英文先后领表登记参与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 岛内随即传出蔡赖之争的各种信号 目前赖清德获得绿营独派力挺 蔡英文方面择获其后援会 小英之友强力声援 日前该后援会更放话称 只挺蔡英文而不挺民进党 分析认为 目前民进党基层已有分裂迹象 只要赖清德同蔡英文继续没有取得共识 党内基层仍将高度不安 针对蔡英文与赖清德的暗中较劲 各方是如何看待的 请张涛带我们来看 好的 岛内传出蔡英文与赖清德已经为初选 翻脸过了以后 我们看到民进党籍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他发言当中强调说 说民进党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冷静智慧 谨慎地去处理 毕竟初选只是一个过程 这赢得最后的选举才是最终的责任 而台湾的中国时报则报道指着说 说其实面对党内的挑战 蔡英文的副手陈建仁 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位子给让出来了 要干嘛 要成全蔡赖配 蔡英文对赖清德释出了一个最大善意 党内的最大公约数的压力 现在怎么样又转到了赖清德的身上 那么对于蔡英文的这个如意算盘 香港中平网则发文指出说 说在2020选举环境 对于民进党不利之际 如果蔡又营造出了 要等待赖清德去担任副手的氛围 那么想必支持者会希望赖清德 接下副手的职位 面对支持者的压力 这赖清德还能坚持下去 初选选到底吗 刚才我们通过新闻已经发现赖清德说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我确实就要选到底 那么现在这球通过这句话又回到了蔡英文手里了 就看蔡英文后面要怎么接招了 对于我们看到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他则认为说赖清德直接挑战蔡英文 就是在干嘛 在累积能量啊 他最后跟蔡英文去撒娇一下 说不会伤害他 所以蔡英文若回心转意 会找他搭配参选2020 他也知道自己参选不会赢嘛 那么真的会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南京大学台研所的教授杨泽军 他的观点则认为说 说赖清德在宣布参选的时候呢 他干嘛 他不是去阐述自己与蔡英文之间 谁更适合代表民进党出战 却在第一时间去大赞高雄市长韩国瑜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呀 点名要占韩国瑜 这清流PK韩流在此前的几席 明代补选当中 我们也看到台南新北市的两席 赖清德韩国瑜均是强力辅选 最终赖辅选的候选人是胜出了 那么赖清德这只是在告诫民进党 在挺菜还是挺赖的问题上面 何去何从是要想清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赖的做法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了 以上是相关的书里吧 时间在交流出播 好的 谢谢张涛带来的书里 我们以后